西门子在教育领域比较著名的一个案例呢就是 新西纳提大学的应用科学学院 所以说在这个新西纳提大学的话 它应用西门子PRM的前身 就当年是Unigraphics跟SDRC 这两家公司都与新西纳提大学的应用科学工程学院 有非常深厚的联系 那么在西门子收购之后 这种合作的关系一直延续 那么在全面导入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以及征裁制造 有限源分析机器人等等领域的 所有的应用方面 所以说在工业4.0的全套技术的支持 西门子是最好的世界顶尖的公司 那么新西纳提大学也正是看重了这一点 所以说在这位林教授的发言当中 他还提到了西门子已故的前CEO Chuck Grandstaff 所以这个新西纳提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板的 就是在应用科学方面的这个教育的这个典范 这边是一个非常好的典范